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分享的車款 我們在影片上沒有直播過 這一款車是 三菱第一代的Outlander 那國外的話也有稱之為Airtrack Airtrack跟Outlander可能是 國內國外的車型不同而已 那這一款是大概01年到06、07左右的一個年份 它的前面懸吊系統跟後方的底盤架構 跟三菱的Lancer 01到07的其實是軟生車款 只是它的外觀還有車格的話 車格把它做成一個休旅車的形式 那這一款車的前面懸吊系統是賣滑乘的 後方的話算是三菱很早很早就開始使用的一個多連桿的系統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原來的避震器 原來避震器的話車主已經有做過開換 可是替換之後的長度 替換的長度好像使用不太對 所以它的車高非常非常的高 那這個是後方的懸吊系統 那KT的話這個上座 後方的上座跟前面的上座 全部都有附一個新品 不需要再猜原來的來使用 這個是KYB的黑桶 這個也是附廠的桶生裡面品質相當的不錯的產品 也是日製的 那這個是前面的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它的前面避震器的話也有附一個上座 那這個上座KT有附一個新的上座 這個上座其實它原廠的設計啊 在上座下方有一個指推軸層 那一個指推軸層的話是用一個塑膠的材質 所以這一台車的前面上座的軸層 軸層的壽命就比較沒有那麼的長 那這個是後方的懸吊系統 其實它跟新款的懸吊系統其實是差不了多少的 那最大的差異應該是在前面的避震器 如果是新款的二代三代 它的前面避震器的話 那這邊有一個離窄串的固定點 那這個世代第一代的 軸層的話它的防晴桿 是固定在三角下上方 所以離窄串就沒有固定在前面的避震器 後方的架構其實差不多 支幣的話下方有一個防晴桿 固定差不多 那後方的話 我們有附上座 那車友也有改裝了仰角調整器 這個的話 所以如果待會有車高有降低也好 或者是有做移動的話 都沒有關係 因為車主的話就有裝了仰角調整器 但這個 裝起來好像怪怪的 好像是顛倒片 我等一下再確認一下好了 那這台也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是裝錯了對不對 對齁 對齁 這個調整的話 如果放在裡面的話 待會在定位的時候的板手就比較難放 一般來說都會在外側比較居多 但這個的話 它調整起來是比較難調整 可是功能是相同的 它都能調整後輪Camper的角度 那在桶身的部分的話 它的彈簧跟桶身是一體的 所以如果要調整車高 是調整下方的角座 我們把它長度拉長的話 車高就變高 縮短的話車高就會變低 所以是從這個地方 來做車高的調整 那阻尼的話 這台車內裝 比二代三代還要來的簡單一些些 它是可以從這個地方 來調整 來拆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可是這些的飾板需要拆開 這個是右邊 左邊的話也是一樣 左邊也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底部的飾板呢 需要稍微把它掀開之後 才看得到後面避震器的上座 那我們再來介紹前面的 前方的話 鏡頭在這裡 這裡就是跟後來世代不同的設計 防輕感是固定在下三角架的 那後來的設計是固定在避震器上面 這個功能都是相同 只是固定的位置不太一樣而已 那在避震器的上座 在這個地方 這個上座也跟二代三代的規格不太一樣 二代三代的話 它的車室裡面希望它的空間更大 所以把這個上座的體積把它縮小很多 這個是第一代的Outlander 它的上座比較大顆 那在上座的中心點有一個旋鈕 這顆旋鈕是在調整阻尼的 往順時針的話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變軟 那調整的方 秘訣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好那這台車是休旅車 所以一般車主會想要保留它一部分的舒適度 所以在前彈簧的選擇 我們配置的是200長7公斤 燈籠狀的彈簧並不是配直捲的 如果直捲式的彈簧 在壓縮回彈的時候它的力道會比較直接一些 那燈籠狀的彈簧它有兩個優點 第一個它上下坐動的行程會比直捲式的彈簧還要多出35% 那第二個是在乘坐感上 遇到坑洞回彈時的力道會有一部分往兩旁釋放 所以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那今天的車高的話會比原廠略降一點點而已 我們預計大概是四指幅左右 略降一些又不失休旅車應該要有的便利性 所以大概會接近四指幅左右 那後方的話有一個油管固定架跟ABS感應線 這些都是有符合原廠相關的一個規範跟固定位置 至於在KT的用料裡面 KT的用料都用得相當不錯 像是這一台是日系車 有很多的車友會推崇是日本 避震器改裝大廠Tim 那Tim的話它所使用的油風 就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KT一樣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所以品質的相當的不錯 那在裡面所填裝的阻尼油 阻尼油就好像是我們人體裡面的血液 所以阻尼油也特別特別的重要 我們是使用義大利一整桶進口IP的阻尼油 並不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油品 所以它的穩定度也都相當的不錯 那在KT來講 KT就是一個製造避震器的工廠 所以如果避震器使用了一段時日之後 如果避震器的防塵套有破損 甚至任何一個零件有異常的話 都是可以針對這些單一的零件來做汰換 甚至是裡面的填裝的阻尼油 用了大概10萬公里之後 如果有裂化的話 也都能做細部分解 做保養 更換裡面的油風 更換裡面的阻尼油 我們都有做這樣的售後服務 那最主要選擇避震器的方式 有很多的車友是可能是在網路上 詢問相同車款的一個車主 但這款車的車主畢竟比較少有機會去詢問到 所以我們很希望 車友如果有機會的話 就會像今天的車友一樣 很歡迎到我們工廠裡面 或者是找我們的北區經銷商 或者是中區經銷商來做試乘 那試乘之後 如果覺得產品有符合自己的需求 再來考慮安裝KT的產品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都很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 我們來的視頻 使用多ką邊的汽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在視頻 我們來的視頻 最好 我們來的視頻 點擊 點擊 點擊